数换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把数种好 我们也是强调叫做敬业 乐群跟爱物 这个等于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那这个公司大概是12年前成立的 我们成立的时候 主推就是元素型的移植 事实上我们也引进了国外的树医师制度 等于把树种树修树变成一个专业 那这个是应该说树化员过去12年来 都在做这个事情 这棵老榕树它其实原本是有20公尺宽 那它其实是横跨了整个马路 就是杭州南路上 所以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原来的树印 但是附近的居民看到这棵树 它被大修剪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的居民是非常非常的不舍 所以很多的民众他们就开始为这棵树在发生 甚至在树底下就群聚起来 那就是为了要保护这棵树 所以其实我们在执行这个计划书撰写的过程中 我们要调查这棵树的健康状况 那包括它的根系 包括它地上部的树冠这些到底健不健康 甚至它的土壤 它现地的土壤条件和未来它要去的地方的土壤条件 那一天我们把土壤就是用高压空气吹开之后 我们就发现不太对劲 就是在这个地方居然发现核根病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 如果对它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做外科手术 把它的病根切除 调孕那一天 我们等到晚上12点才出发 一出发第一件事情就碰到杭州南路和济南路交叉口那支红绿灯 最后我们决定转红绿灯 我们就把红绿灯转向之后 竖过去然后再把红绿灯转回来 到了中校东路 中校东路就有很多奇怪的旋锤的电线 所以我们就请吊卡两台 把电线撑高 然后竖过去 然后再放下来 我们晚上12点出发 竖到的时候是5点半 所以中间走了5个半小时 骑车只要5分钟 重新帮它准备一个新家 那把它的土壤排水全部做好之后 让它可以再重新在那个地方再重新生根 所以我们把它底下的土全部换过一轮 那在底下也做了一些排水 那把这个水呢 就是引导到它旁边的一个阴井 让它的水可以不会积在树头底下 那后来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导根的设施 就是让它的气声根可以赶快长到地上 那它就可以恢复它吸水的能力 对那后来它其实到现在来说 其实恢复的状况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的立场是 只要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初衷 我们是吧 Freddie